在刚刚过去的7月30日 202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在日本福岗市落下了帷幕 中国代表队在比赛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以20斤8银和12铜的成绩 力压澳大利亚和美国 位列本届世锦赛奖牌榜首 拿到这样的好成绩 作为中国人由衷感到自豪 但客观来说也确实是很多人都始料未及的 虽然游泳世锦赛包括了跳水项目 但按照中国队往届表现 能挤入奖牌榜前三就已经算是超常发挥 这次竟然超过了游泳赛界的传统霸主美国和千年老二澳大利亚 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大冷门 世界游泳锦标赛一共有游泳、跳水、花样游泳、公开水域游泳、水球和高台跳水这六个大项 跳水项目 这不用说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中国跳水梦之队在这次比赛中一共赢得12斤、4银、3铜 对其他国家来说是所向披靡的降维打击 基本把所有能拿的奖项全部都拿到了 至于此前我们相对弱势的游泳项目 这次也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不仅收获五金三银八铜 更是在多个项目上频频打破记录 我们的花样游泳队这次也是不负所望 以三金一银一铜的成绩完美收官 助力我国最终在比赛中摘得桂冠 如果总结一下中国队在这2023世界游泳锦标赛夺冠的意义 可以说不光是打破了中国游泳代表队 在游泳锦标赛史上的最佳记录 更为亚洲游泳代表队在世界泳台上创下了新的历史高度 说完冠军 我们再来说亚军 千年老二澳大利亚这次还是亚军 只不过从排在美国队后面变成了排在中国队后面 最终斩获15金、9银和6铜 共计30枚奖牌表现也很不错 那么要是再说到美国在奖牌榜上的表现 这恐怕比中国队榜首更加令人感到意外 不仅是说世界泳台上的常胜将军美国 这次只落了个第三名 细数奖牌数量则更加离谱 仅获7金 奖牌数共计44枚 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么说吧 自1936年以来 除了1980年美国牵头抵制 且没有参加的莫斯科奥运会之外 美国队在奥运会和世锦赛这两项游泳最高赛事的奖牌榜上 还从未跌出过前两名 这次跌落第三名 是80多年来成绩最差的一次 所以 这次的比赛成绩对于美国来说 无疑是无法接受的 当然 按照美国的尿性 怎么可能就这么乖乖服输 如果按照规则不能赢 那就改变规则呗 这是老美一贯以来的传统艺能吗 一般国际体育比赛的排名 国际奥委会采用的惯例 是按照获得的金牌数量对国家进行排名 如果金牌数相同 则按照银牌数来排列 如果金牌银牌数量都相同 再以此类推考虑铜牌数 而在这次比赛中 一直将冠军视为囊中之物的美国 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媒 一开始的确是按照金牌数量来进行排名的 但是在发现本国比赛成绩是威之后 却突然改变了统计方式 因为金牌数量不占优势 但在总奖牌数量上却是优势在我 所以美国开始改为以奖牌总数来排序 这个嘛 当然也是老美多年以来的传统艺能了 打不过就改变统计规则 无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还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 还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 老美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干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奥运代表团赢了48枚金牌 共100枚奖牌 美国奥运代表团赢了36枚金牌 共112枚奖牌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排名方法 中国在奖牌榜上位列第一 美国第二 但美国媒体偏偏要用奖牌总数来排名 把自己放第一 把中国放在第二 直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 前半段金牌获得数量远低于中国的美国 仍然恬不知耻地以奖牌总数排名 将自己排在第一 引来一众国家的侧目 甚至包括一直以来 和美国媒体狼狈为奸的BBC都看不下去了 发出了灵魂拷问 所以美国这样下三滥的操作 大家本都已经习惯了 基本没啥可大惊小怪的 但直到美国媒体这次的操作 再次刷新了大家对美国不要脸程度的认知 因为啥呢 以往的大型国际运动会 美国队前段可能金牌不多 但奖牌总数通常还是杠杠的 然而本届游泳世锦赛 虽然到最后结束 美国队拿回了奖牌总数第一 但在前半段比赛中 不仅金牌数十分可怜 总奖牌也不是第一 于是史诗级的骚操作就出现了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从比赛开始 每天会制作一个榜单 播报比赛当天的实时成绩 但是到了7月28号 游泳比赛的第六个比赛日 金牌数不是第一 奖牌数也不是第一的美国 竟然被NBC排到了世界第一 这到底是咋做到的呢 听起来这可不是随便改一下统计方式能做到的 比以往的操作难度要高得多 原来NBC搞出来了一个新算法 把所有中国队领先的跳水项目剔除 只保留了美国人擅长的泳池游泳类项目 这么一分类 再加上只算奖牌总数不区分金银牌的老战术 让美国成功超过中澳日德四国 以区区三枚金牌的惨淡成绩 做上了排行榜的头把交易 美国游泳资讯网站swimswam的体育记者基斯发现 NBC这一神操作之后直接发推讽刺 今天NBC和美国游泳队在决赛结束时正式举起了白旗 把奖牌榜统计方式更改为按照总奖牌数进行排序 评论区更是充满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和嘲讽 有趣的是 他们把跳水项目都排除在统计项目外 因为中国在这一领域领先 实际上他们在开始报道决赛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 我觉得这很奇怪 也许NBC认为 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正在失败 他们就会失去观众 这是不正确的 排行榜从金牌数量最多的开始统计 美国在这个排行榜上让自己很尴尬 笑死了 惯犯了 他们在奥运会上也经常这么做 除了引来各国网友的嘲讽 一些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对美国这一行为表示唾弃和厌恶 尤其是澳美反应最为强烈 毕竟美国人的创新算法下 他们也是利益受害者 澳大利亚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美国广播公司改变了市锦赛奖牌统计方式 显示美国位居榜首 尽管金牌数少于澳大利亚 副标题写着眼尖的球迷注意到了一个令人羞辱的图像细节 证明美国无法应对澳大利亚游泳统治地位的真相 文章里非常直白的痛骂美国输不起 因为故意改变了奖牌的统计方式 才让自己舔着脸站上了第一的位置 夺走了本来属于澳大利亚的位置 虽说骂美国骂得痛快 但是澳大利亚也犯了和美国一样的毛病 你们不是应该争第二第三吗 到底谁是榜首啊 为承认自己不是世界第一比别人差就那么难吗 澳大利亚所谓的被美国夺走的第一的位置 还是在剔除中国队领先的跳水和花样游泳项目的前提之下 就好比说不跟全班第一比与树英这三门的总成绩 只比第二名和第三名考得比较好的语文和英语 数学这科直接不计入了 所以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不要脸程度还真是半斤八两 就谁也别说谁了吧 让人觉得无比可笑的是多年以来美国一边操纵着奖牌榜 无论如何要把自己排第一 另一边却又指责中国把金牌和名次看得太重 每逢体育赛事 当中国金牌榜领跑的时候 一些美国媒体和国内职人总会跳出来酸不拉击地说 中国太看重金牌数量 中国运动员都是没感情的机器 说我们的运动员是悲惨的 是麻木的 中国的体育制度有问题 而一向自我标榜 并且一直是公之口中快乐体育典范的美国人 却一次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 他们对奖牌榜有多么的偏执 甚至为拿奖牌有多么的不择手段和卑鄙 除了各种五花八门 且仅对自己有利的统计奖牌的方式 美国在各大体育比赛上为了夺冠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不仅是针对中国人 而是无差别针对所有国家 2020年东京奥运会 26岁的意大利选手雅各布斯 在男子百米决赛中以打破欧洲记录的9秒80成功夺金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却撰文 暗指他的成功源于服用了兴奋剂 《华盛顿邮报》撰文称 纵观田径运动的历史 这样突然而巨大的进步让人产生怀疑 这项运动的历史上到处都是后来被揭露为嗑药者的突然出现的冠军 暗讽意大利人夺冠不干净 这一操作被意大利奥委会怒斥输不起 2016里约奥运会 在女子4成以100米接力比赛中 美国队因为交接棒时出现失误导致吊棒 吊棒无缘决赛 赛后他们却提出申诉认为巴西队干扰所致 官方最终判定巴西选手犯规 取消其成绩并允许美国队重赛 在全场一片虚声中 美国队经过重新单独比赛 最终以第一名晋级决赛 将原本排名第八的中国队挤出 对于国际田联的裁决 中国田径队先后两次进行申诉 但都被驳回 美国诸如此类极端自私和霸道蛮横的做法 比比皆是已经屡屡刷新人们的三观 更让人充分体会到 美国在体育竞赛中对规则的操控和践踏 饶是如此 仍有不少职人和公知 在孜孜不倦地向我国人民科普和宣扬 美国人伟大的体育精神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 美国人不执着于奥运奖牌的得失与多寡 不搞举国体制 不以成败论英雄 而是尽情陶醉于体育运动带来的自尊愉悦 从竞技中寻找人的精神追求 不知曾经说过这些话的职人们 现在脸都疼不疼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 在今后的各大体育赛事中 美国仍然会继续发挥这种不要脸的精神 甚至可能会愈演愈烈 正如在国家综合实力上的竞争一样 美国面对自家竞技体育实力 不再具有统治力的现实时 压根不从正道上想解决办法 老是想着打压 诋毁有竞争力的对手 在算法上高效聪明 反正就一个我可以不行了 但你们不可以超过我 如果真的到了那么一天 不仅是竞技体育 美国的伟大和卓越 全都是用自创的假设 排除和选择性统计法算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美国 我们还是应该鼓励它 继续自娱自乐才对